為了體重控制而常常不吃 我想這是不好的 體重控制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三餐都要吃 但是要挑好食物吃 而且要重視它的量 質量都重視 我想這樣才能夠長久的控制體重 體重控制 啟動控制的初期一定是減脂 那麼最後才是增肌 只是到健身房去做非常多的運動 你的肌肉會增加 但是你前面的減脂沒有做 到時候你會變得非常的壯 可是脂肪一點都沒減 這樣對健康反而不會完全的改善 所以我想以減肥來說的話 請大家已經先做好少吃 先把脂肪減下來 然後再做一些增肌 那倒不見得 因為吃素也要吃健康素 因為我們的素食 有可能全部都是豆類食品做的 然後在豆類食品做 它的烹調又非常的油 那這樣就不見得能夠瘦喔 夜市要吃喔 要有計畫的吃 但是美食呢 都難免會比較高糖 高鹽 高油 所以我想我們要小心喔 每一道小吃你可能都心裡要知道說它的熱量 量出為入 喔這個說實在的很困難 這叫局部雕塑 局部雕塑絕對不是光靠飲食就可以解決的 大概都要靠比較多的運動來稍微修飾一下 但是呢本身體脂的影響還是滿大的 BMI只是用來取代體脂率 這適用於一般人 對於特別的人 從來都不運動的人 跟運動非常多的人 BMI就變成不準了 那個時候還是看體脂率比較之對 年齡越大 確實對體重控制越來越難 因為我們隨著年齡的增加 我們的基礎代謝率 一年下降百分之一 原因是因為我們的肌肉減少 所以假設你想要維持比較年輕 那麼就請你一定要開始做運動 做運動去把肌肉留住 這樣你的基礎代謝率能夠維持 基礎代謝率維持 才能夠創造一個比較不會負胖的體質